大家好, 現在又到奇案了, 多謝艾曼劉送了這個奇案給我和大家演繹 大家記不記得有一宗案在2013年3月17日 在香港西九龍, 一個超級豪宅, 君臨天下, 發生了一個客人聽聞的命案 當時那個男死者, 身中多刀, 他是一位百億身價的水果大王 他當時是一間集團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彭次輝 而另一名, 由那個君臨天下, 77 樓, 跳下去, 跌在水池, 就是一位女死者 然後呢, 彭次輝, 當時聲稱是同居女友 但當我看了整件事的時候, 就知道那個男人已經搬離開了那間屋 那位女死者就是黃淑勤 警方調查這宗案, 認為黃淑勤 應該是先把彭次輝斬死後, 畏罪跳樓自殺 當時這宗案非常轟動, 我有家人認識一個人, 君臨天下居住的 但是呢, 他就說, 這個單位當然是插水的樓價 但是呢, 連這個豪宅的屋苑 其他單位也被他拉低了那個市價 真的, 多得他不少 究竟為什麼會弄置這個悲劇的發生呢 究竟他們是殉情, 還是背後有什麼複雜的 初中複雜的感情瓜葛, 大家一起聽一下 當年這個男死者就是49歲, 彭次輝 他自己呢, 49歲也挺年輕的 我其實看到一些相片的, 肥肥的生意佬的樣子 我將他在周末剪短片的時候, 你們看看照片 他出生在廣州佛山, 九江鎮夏北村 他從事販賣水果起家 一步步就踏入這個經商 在80年代初期, 當時他只有22歲 他剛剛在生意上, 就叫做得挺好 說真的, 他是年輕人 在鄉下落到來香港 並且就賺到第一桶金 在80年代已經賺到不少錢 他就開始結婚 那位妻子呢 有個化名叫雪, 雪雪 不是那個盧密雪的雪雪 別誤會, 別人還在找, 抱著兩隻貓 大虎二虎 好了, 結婚 分別是生下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本來是不是很幸福的家庭 但男人突然賺到這麼多錢的話, 當然是生癢了 好了, 就去到這個香港打拼 事發展非常順利 然後呢, 慢慢呢 多了應酬 多了應酬 自然有些拆鞋子 又或者去野總會談生意 很有機會 在外面認識很多不同的美女滿天下 尤其是來到香港 可能他以前在鄉下做生意的 都是見到鄉下女子 意思可能是農村 但你去市區的80年代的女人在上面 都扮得很漂亮 如果不是, 會有這麼多兒子村 好了, 他就看他的老婆 開始不順眼了 因為在外面有很多應酬 很多女人都黏在身上 每天堆在一些 談生意 成功人士身邊 說真的, 你賣生果 賣賣一下 多錢的話 他不覺得自己 普通賣生果 有些你剛剛做 可能人家覺得你是小販 但如果你做了批發的話 就不同這樣說了 很多地方都需要你供應一些水果給他 試問有誰不吃生果 那個生意可以很大 好了 隨著他越來越有錢 就看他老婆不順眼 可能黃麵婆、鄉下婆 心目中是這樣 他經常換partner 換年輕的伴侶 總之心就不安分手幾 這是比較正常的事 有些人說 男人有錢一定會滾 但我問女士 如果你女士有了錢 你會不會衣櫃裡面只有一套衣服 一套名牌 或者是一個手袋 有時人性會有這樣的東西 會貪的 在2003年4月 彭次輝 他經人介紹 去做這個物理治療 他認識了這位物理治療師 那個物理治療師叫王淑琴 王淑琴年輕時都生得微青木獸 性格就看上去 溫柔斯文 亦有少少少才華 在那個年代 2003年 都是沙士那年 還年輕 看到彭次輝 其實這個女人小彭次輝 兩歲 叫做差不多年紀 但是他不是一向認識那些妹妹仔 在寬場那些 可能越簡介越年輕 那些 有沒有聽過 男人20歲都是喜歡20歲的女生 30歲的男人都是喜歡20歲的女生 80歲的男人都是喜歡20歲的女生 但是 被他遇到這個 真的 這個女生 跟他對嘴型 兩個人一見到 那隻 寐木存情 心圓意馬 覺得 一個 雀 雀 就在 櫃 櫃 棍 那女 那個 那個女的 亦都是蟹水 猛標 哈哈 喂 sorry 不應該笑 OK 然後 王淑琴 在兩年前 就是 其实在遇到彭次辉之前的两年 王淑琴已经和德国的丈夫卡恩结婚了 我遇到你的时候 遇到对的人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觉得又好谈又吸引 可惜其实两个人都已经结婚了 但是这个女人王淑琴仍然对彭次辉非常有好感 但不是太过这样流露 只是在眼神之中放小电 然后向她微笑 低下头 45度角 因为我听专家说这个角度应该是最美 糟了为什么我可以说笑 由于彭次辉对他有点起谈 但不知是否太巧 他自己借一些借口 他说他的腰不好 有时男人做得太多的话腰都会累 彭次辉说他的腰不好 很累的 照理你做老板不用你担担抬抬抬的生果盒 一双双都不用你了 我不知道可能他做得太多 腰总之很累 走上门去这个物理治疗师的写字楼 诊所去找这个黄淑琴几次 直到在认识之后的两个月 有一天 彭次辉 亦都去到黄淑琴的治疗室 没有想到他很累的时候 可能帮他做这个物理治疗之后 可能有一些机器 让他躺在床上 可能黏着一些仪器 然后弄得很舒服 他睡着了 但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 他竟然发现了 这个黄淑琴 趴在床边 睡着了 看到这个女孩本身已经起痰 还看到他睡着觉的样子 非常甜美 他终于忍不住 在他面上咳了一口 揉他一口 两个人在治疗室之中 开始咳了一口 那个女孩觉得 心圆意马 原本对他有非常好感 现在被他吻醒了 面还有一点口水 但这个女孩竟然 没有说后退 没有说是害怕了 反而就立刻 来啦 脱了衣服 全部 在治疗室里面 搅起来 然后搅起来 这个治疗室里面 做了爱做的事之后 他们就开始发展 这个地下情 亦都经常性 去忧惠和偷情 好了 这个彭次辉的风流史 就传到他的正妻里面 耳中 他的正妻 就很生气 他很生气 他老婆很生气之后 带了一仔一女 移民了去加拿大 没有人看你 这些是正好 如果做大婆 你说做到洗米华的老婆 你能够 这么有韌力的话 我说知你啦 你就是出去玩饱去啦 我是坐在一个位置 不准任何女人乘虚而入 但是这个老婆不行 他受不了 他就一气之下 带着一对子女 就跑去加拿大移民了 简直就是 放苦归山 你走了更好 就承传了 彭次辉和黄淑琴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肆无忌惮 但是 2004年 因为2003年 他们两个就认识 一发展到2004年 黄淑琴 就意外怀孕了 但是他的内心里面 他就不知道 因为本身有个老公 德国老公卡恩 但是这个女人 他自己 哎呀死了 厌了有BB 但是第一时间想一下 究竟 这个BB 是卡恩 他老公 还是 彭次辉 那样的 那个女人根本就不知道 他本来也不知道 这个BB 什么来历 谁是老爸的 但是 卡恩无意之中 就发现了 这个发验单 即是发验报告 其实呢 卡恩一早已经很想有 现在的小孩 非常之兴奋 每一天就为这个 黄淑琴 哎呀 你现在有了BB了 Danker Danker Guter Egan OK 哎呀死了 我又在这 不要那么稀皮笑脸 不要被人吊臣 好了 接着他就 很兴奋 卡恩很兴奋 就来做老爸了 真的开心 但是他不知道他老婆原来在外面 有和其他男人 也有上床 但是呢 在家里就当正这个黄淑琴 哎呀你有了 你不要上班了 留在家 当他女王 伏侍 接着呢 这个黄淑琴 非常之无奈 接着呢 他就不知道怎么开口 跟他老公说 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个BB 究竟谁是经手人 好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他就瞒着这个卡恩 都不知道他爸爸是谁 让他出生才算 好了 终于 拖了十月怀胎 这个黄淑琴 就顺利把儿子生了下来 当他一抱起那个 BB的时候 一出生在那个 西里拿出来 死了 一出生之后 看到 黄皮肤 黑头发 跟着 还有这个 中国人那种眼睛 这个一定是 那个彭次辉经手的 小孩来的 样子生得 几次 他老爸 那样 他心急到 很想把这件事 告诉 彭次辉 想着 告诉他 哎呀 有了我和你的儿子 有个骨肉 那样 这是我和你生的小孩来说 这是我和你生的小孩来说 这个是我和你生的小孩来说 但是呢 你猜不到 这个彭次辉竟然 很冷淡地跟他说 因为 现在我不认得你儿子 因为我还没和我老婆离婚 因为我还没和我老婆离婚 如果你现在传出私生子的传闻出来 肯定会令到我身败名裂 因为我还没和你生的小孩来说 我们两个都没有好处 那好了 那个黄淑琴 觉得 这个彭次辉都说得有道理 因为 他自己又是一个物理治疗师 就是专业人士 他彭次辉也是一个商家 暂且 就不说 就是 不说这件事出来 不公开先 他而且 他听到 彭次辉的老婆 已经一早 带着一对子女 去了加拿大 两个人正在扮作离婚手组 他心想 让我给点耐性 等下 迟早一日 彭次辉 都会名正言顺 带我们两母子 坐正 这个黄淑琴 这个女人也想 哎呀 不要紧 我现在留了你的种 我一心 将你的儿子 撫养成人 但是 他这种想法 未免 太过天真 因为 这个 小孩 生出来 完全是一个 中国人的样子 那他怎样 他能瞒得过 他德国的老公 一些德国人 或者外国人的 外贸特征都没有 那好了 他老公 卡恩 就瞒着 这个黄淑琴 自己去做DNA的亲子 鑑证 果然 不出所料 卡恩 查出来 之后 就真的是 一个 不是他的儿子 然后卡恩 很生气 就去质问他的老婆 这个黄淑琴 这个小孩究竟是谁 然后黄淑琴 就觉得 死了 DNA报告 都出来了 没得抵赖 好了 但是他不能够 爆 谁是亲生 老爸 始终 可能在香港 做生意 都很多人 认识的 所以 虽然他 默认了 这个儿子 不是他的亲生骨肉 但是他死都不肯 说 究竟谁是经手人 卡恩 他就很生气 但是 他说 如果你不坦白 我一定走返全香港 找谁 给绿帽我戴的 这个buster 一定会找他出来的 接着 这个黄淑琴 非常之害怕 他为了要打烧 卡恩 找那个 经手人 契家佬 找出那个契家佬的念头 他就 就晚地求他的老公 求卡恩 祝于 用这个 柔情似水 可能再帮他 帮多一锅 通常 你用软弓的话 通常 你用软弓 他那里硬 他会听你的话 好了 接着卡恩 由于 仍然很爱这个女人 亦都不想失去了 所以 他就选择 原谅了这个黄淑琴的太太 但是 他老公 也是有个想法的 都是回公司 申请 同公司申请 我要离开香港 去到德国的总保工作 跟着呢 就跟他老婆说 好我现在原谅你 但是呢 你要跟我一起 去这个德国那里 跟着呢 这个黄淑琴他 想了想 他就觉得 哎呀 都好的 免得你呢 留在这 遲早你也有一天 找到哪个是惊首人的 都是为了这个 彭次暉的着想 我保护他 我爱他就保护他 亦都表示他对这份婚姻 就是 还有一个希望 始终彭次暉和他老婆都没搞离婚 他想着 换兵之计 就是哄着 卡恩先 好了 他又带了 刚刚出生的儿子 跟他 卡恩老公 去了这个德国的生活 他过了两年 就去到2006年 原来呢 他两夫妻就离开了香港 但是在德国那里 又币多一个 跟卡恩币了个女儿 好了 虽然已经离开了香港 但是呢 他亦都在德国那里 跟卡恩生了个女儿 哇但是呢 万水千山 总是情 假 他根本 就离开了香港 都未能够 对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彭次暉 忘记 仍然 心每天都想着他 特别 在德国 就算是远方 也好 天天都看着这个儿子 一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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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大 越大就越像他的亲生老爸 彭次暉 越是看到他儿子的话 越是挂着 挂着他差不多要死了 可能 当他和他 他家恩老公在德国工作的时候 他脑子都是在想着彭次暉 你说我一个人多么痛苦 他为了 期盼总有一天 他们一家会团聚 现在忍一下 在这个期间 原来他又断断续续 和彭次暉联 2003年 当时可能在互联网 那时 人们喜欢用Skype 可能有打唱图电话 但是这个彭次暉 虽然那个女人 王淑琴对他做那么多事 为他着想 但是每一次 这个王淑琴 越是打电话给他 他越来越冷淡 好像对他 不好意思 说两句 不好意思 聊生意 遲些再找你 好像一个朋友 这么冷淡 那个女人当然很不高兴 但是 想都想到了 彭次暉身边一早就有其他女人 好了 又再过了三年 又03年认识他 04年帮他生了个儿子 然后06年 他们就 就搬了 04年 他们不久之后 去了德国生活 06年 就生了个女儿 他和卡恩生的那个是女儿 在06年出生的 再过了几年 09年 09年 卡恩又搬回香港 做事了 这样 死了 原来 这个 这么想着他 现在终于有机会 回香港 回到香港之后 这个王淑琴 在德国这么远 都这么想着这个 契家佬 现在回到香港 更加要跟他联络 两人 很辛苦 王淑琴就终于找到彭次暉出来回面 由于 可能彭次暉都害怕 谁知道这个女人会不会唱我 在商界 都应若 好了 在这几年之间 彭次暉 其实就是 在 王淑琴离开了香港的时候 这几年 其实彭次暉已经帮 和他老婆 已经扮了 离婚手组 而且生意越做越好 并且就由一个 卖水果 做批发 然后就做了 集团的董事兼总经理 亦都是担任了美国 洛杉矶促进 香港统一联合会的常务副主席 旗下的企业 进口水果行业 领先的地位 即是一哥 在这个行业 因为2008年就是中国奥运 他也拿了北京奥运进口水果唯一的指定供货商 所以 有这么大的生意 被誉为这个水果大王 这个王淑琴就特意抱起自己的儿子 那个儿子应该已经几岁了 就带着儿子去见这个彭次费 我听说你应该和你老婆已经离婚了 他非常渴望 有天可以做这个浩门的太太 因为现在彭次费知道他生意越做越大了 自己应该 我现在来回香港带儿子给你 应该你给我一个名分 好了 这个 他也觉得 你现在 除了我想做太太之外 我亦想 儿子 将来 有些什么三长两短 他都可以分到你的家产 对不对 想到很大 上头 好了 就是有一天 现在就终于有机会可以回到彭次费身边 这个也是他自己的想法 好了 这个 去到 可能 彭次费 刚刚他约他出来带儿子 如果他不是逼得他太紧要的话 其实彭次费 都会说 啊 啊 他的儿子 什么什么 做下表面功夫也会的 免得搞大 好了 这个黄淑琴就被他哄到了 然后他回到香港之后 再开创自己的事业 彭次费也是给了钱他 去投资 开了一间活流电疗 治疗中心 所以在钱方面 他们其实 是有一些关联的 就是他有股份的 彭次费的股份 开给这个黄淑琴 两个一起共同拥有 这个 活流电疗 治疗中心 好了 因为 由于他两个有生意的来往 所以他们 怎么说 接触也是多了 因为除了 黄淑琴 藉着很挂着他 想带自己的儿子去 见亲生老爸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现在 和你有生意来往 更加多机会 向你汇报的生意 怎样 但是 在这个时候 他德国的老公 来回香港 做事 但是 起了疑心 为什么他老婆 常常会找这个男人 但是 他又不介绍 这个男性的朋友 让我认识 每次都是 带着自己的儿子 去见这个男人 有点奇怪 好了 终于有一次 卡恩 上到黄淑琴的治疗中心 竟然发现了一些 秘密 就是发现了 他老婆 原来再次出轨 让卡恩非常生气 第二次戴绿母 他一路之下 就和黄淑琴 提出 分手 利分 两个人首先 分居 黄淑琴 带着自己一对儿子 卡恩和黄淑琴 生了个女儿 加上他和彭次暉 生了个儿子 原来 卡恩 明知他儿子不是他 一直养着他 德国男人 算是这样 但现在说分手 他就要带着 这两个儿子 想 找彭次暉 如何安置他 可能又想给那个男人 你很迎头 你什么时候给他加我们 有些子女在手 有些女人很傻 以为 帮个男人生 他会给你名分 你可以威胁到他 不是每个男人都会上这些档 有些人真的可以硬 硬是 你那时候硬 但如果跟他分身家 他就未必硬的心肠 好了 他安抚这个女人 他找了一个 君临天下的单位 给他所谓 共触爱巢 哄着他 当时的市价是20万 20万一个月租 好了 他觉得 哎 真的有个斗了 久不久 就跟他们说 这个爸爸 这个是你爸爸 这样 跟小孩子说 好了 跟这个 彭次暉 一起 住在 即彭次暉 多数住在 君临天下 但是他自己做生意 周不时都会出外 好了 他自己 一天一天 觉得自己越来越老了 年纪 他总是 希望 找到一个 踏实点的靠山 想办法 究竟 怎样可以 令到男人 给他名分 因为 就算跟他一起 多数的时间 都在他单位 跟他一起 同居 但是还没给到一个 作实的 说自己是彭太 那样 不行 他一定要想办法 所以他就先 就将 这个 彭次暉 送给他 这个 集团的 股份 和他 那个 活楼 电治疗法 那个公司 就开设了 很多分店 十家分店 将他自己 那个男人送给他的钱 去开那家店 就越开越多 开十家分店 他心想着以为 如果经济上 能够将这个男人 捆绑了的话 两个人结婚的机会 就越来越大 好了 去到 他也 去到这个时间 他也不去门 他的前夫 他就在那个 那个前夫为了女儿的 着想 他在君临天下 租了一间屋 但是 OK sorry 他的前夫为了要经常看自己的女儿 他就跟这个黄淑琴说 不如这样吧 我都在君临天下租了一个单位 但是这个黄淑琴就没有反对的 想着可以经常见到自己的女儿 好了 他们就住在同一个屋苑 就是前夫 卡欣 都是住在君临天下的 然后呢 因为呢 经常都跟这个小朋友 有这个 来往 令到呢 还有这个 彭次费 亦都是在这个君临天下 有一个单位 所以三个人 都是一个邻居 来的 好了 好了 对于这个黄淑琴呢 他还没离婚的 就已经跟男人一起同居了 因为其实卡欣 他自己 叫做分居 还没跟卡欣搞离婚手续的 但是呢 街坊就已经看得出 为什么好像 这个女人的老爸 比如说 管理员 或者搭车的八婆 这样 喂 高尚住宅区 豪宅区 你都有八婆的 对不对 好了 他一时 那个 卡欣 德国人 以一个 爸爸身份 带着这两个 弟弟 出出入入 但是 街坊伦理 又看到 彭次费 又好像 爸爸的身份 又跟这个女人 和这两个 弟弟 在屋苑里 出出入入 当然是 野来非耳 那些人 私底下 都会八卦 好了 但是那个女人 就不理那么多 他自己 根本就不知 叫自己 在玩着火 好了 但是他为这个男人 做那么多 他并没有 将他感动了 反而就令到这个男人 彭次费 觉得 这个女人真的很麻烦 他好像 整天都好像 在我生活之中 占据我的时间 越来越多 但是 这个 黄淑琴 他自己 觉得 一定要 再做多一点 但是呢 当你 其实感情 我的朋友跟我说 感情 爱情 就好像 你手掌上的水一样 如果你 放在手掌上 你 很轻松地 瘦住这些水 你能够将水 逗留在手掌上面 你 玩弄于手掌之中 但是如果你掌得太紧的话 水 就会在手指那里流出 男人的心也是一样 如果你真的管得太紧要的话 他一定会想办法逃走 好了 这个黄淑琴正正就是做这一样 他希望 任何时刻 都希望 将自己的身份 坐正 正正是这一样 他在2011年的5月 黄淑琴终于发现了 彭次暉 原来收到封 和一个小毛 他 化名叫Lisa的 歌虫生物 当然是身边买通了一些 一些 一些小孩 和彭次暉的小孩 给他一些钱 如果是老板 和哪些女人出来 记得打电话通知我 很多女人 很多阿太都用这些方法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但是 现在你未有名分 你都是其中一个女人 对不对 好了 亦都有人跟他说 彭次暉 我见到他带个小毛 去跑马场 一起跑马 拉头马 被人偷拍了这些照片 交了去 黄淑琴 黄淑琴原本是温柔的 风韻游泉 可能这些女人 他跟 他小时候 彭次暉两年 都成熟 原本很风韻游泉 突然看到这些照片 真是 火都来了 是呀 跟着好了 他就 但是 他一边 就发火了 激怒了他 然后彭次暉 就 哄回他 温顺回他 好像喵喵那样 一边就发毒势 就说 好 我以后 你不要生气 他就说 我以后就不会见过Lisa 那个小毛 我跟他断绝了来往 在他面前 我在他的手机号码 在你面前 delete了他 这样 一番的花言巧语 去哄碰这个黄淑琴 但是黄淑琴 表示被他哄碰了 并没有追究 免得太准 既然那个男人都肯在你面前 答应你 发毒势 哇 你发毒势 你真的不要乱发 因为他的后果 非常之严重 你等下听下去 就知道 好了 他但是 由于 经历了这次 就被人知道 他曾经带过小毛 出去拉头马 其实那个女人 就已经非常之生气了 只不过那个男人肯哄他 他就不生气得那么出面 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 他对彭次暉 自此之后 更加严格看管 不但要那个彭次暉 去到哪里 都要带他去应酬 并且静静静 安插自己的 线眼 针下去 看着这个彭次暉 如果再有任何的女人在他身边出现 就立刻 通知他 让他及时可以斩揽 好了 黄淑琴对自己的严厉政策 自己非常之满意 觉得管的男人很好 但是 他觉得至少 都再没有听到 这个彭次暉有什么 匪文 但是过了不久之后 一件事 令到他非常之深受打击 就去到2012年的8月 他由朋友的口中 就知道 在内地 原来的彭次暉 跟一个年轻的女子 约会 而且 态度非常之亲力 非一般的关系 他就非常之生怒 在这个彭次暉 在内地的时候 原来这个黄淑琴就自己走去跟踪彭次暉 一直跟踪到内地 原来他的朋友 真的没有说错 他在内地 真的藏了一个小三 而这个小三正正就是 之前 他老公 即他男朋友 彭次暉 发独世卫 以后都不见那个小毛 Lisa 简直就去到那个小三家 将他闹 闹 好吧 这件事 传到 彭次暉的口中 两个人大炒一场 而且 彭次暉就很狠狠的 跟这个 王淑琴说 如果你看不惯的话 你可以 在这个门口 走出去 叫他 你可以 和我爛 这个王淑琴的心 很害怕 真是心寒 为什么一个曾经那么爱他的男人 今时今日可以为了一个小毛 其实很多人一厢情愿 一个人 无论男人 女人 如果他真的要变心的话 就算他之前对你付出过多少 都 什么的 他以前也是人家的小三 是不是 如果那个男人 接受得小三的话 你自己也有机会被人叫长脚 好了 他现在自从 捉到这个彭次暉 包养小三之后 不但 那个彭次暉不紧张 他还叫他 你不喜欢可以和我爛 这样 好了 现在你又 你又不舍得爛 更加 那个男人 不会将你 放内眼内 因为为什么 你也不懂 尊重自己 如果你有吉士 你和我走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不走 你还赶死在这里 好了 这个彭次暉就觉得 你怎么赶死你都不走 你都要黏在这里 你就住了 我给你住这个单位 君临天下 钱而已 20万而已 他大把 好了 接着 这个彭次暉就干脆 光明正大地 带Lisa 这个轻毛出来 去见人 并且又在其他地方 给了一家 一个豪宅的单位 这个小三 在这个时候 这个黄淑琴又收到这些消息 原来 这个Lisa 这个轻毛 为这个彭次暉 带肚 差不多把这个黄淑琴 迫到瘫了 他心想 如果这个Lisa 为彭次暉生了个小孩 那他 就没有定期了 他说 哎 我一定要 想办法 令到这个Lisa 消失在人间 才令到这个男人 向我回心转意 好了 非常心急 他做些什么呢 这个女人也是心地 瘫痴 他就想着 给钱 请一批社团人士 希望 将这个Lisa搞定了 永远 不会在他们的视线 视线范围出现 我不知道想用什么方法 但是 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杜高一尺 魔高一丈 原来这个社团的头 立刻被他收买了 但是 他知道彭次暉对这个 怎么说 他反而出卖 出卖他 就是那个 社团的头就出卖他 就说 钱照收 但是 把这件事 告诉彭次暉 喂 喂 你这个女人 想叫我大佬 搞定你 Lisa 然后彭次暉知道之后 就彻底对这个 黄淑瓷失望了 并且 就去 军林天下 就跟他说 我现在 告诉你 我不再跟你在一起的了 你以后都不要对我 或者对Lisa 做些什么 我 我就 就爱硬他 这个女人 差不多 DRIVE HER CRAZY 去到2013年 年初 他们的 关系 去到一个 不问不问 不抽不彩 不理他 但是 这个黄淑瓷 自己在家里 中日都不开心 整个人都落盈 对于 他的员工也透露 告诉他 其实这个彭次暉 已经凌结身欢 连员工都知道 所以他非常没面子 通常这些人 自我中心 self-centered 觉得自己 什么都是一厢情愿 现在这么没面子 周围通街员工都知道 老闆也已经有个女朋友 他又不是老闆的老婆 听完这些说话 他更加令他 进入这个情绪 顶峰 癫狂 好了 这个感情瓜葛 闹得沸沸腾腾腾 但是他也拼不了 别人的同情 你自己以前都是小三 对不对 好了 他说 反正都是被人指指点点 还有人嘲笑他 又说他是 抢别人的老公 落到如此下场 最后 他就去找他 在这个时候 想起他 德国的老公 卡恩 是他唯一一个 能够信赖 谈心事的人 他心情 很屈闷的时候 打电话给 卡恩 卡恩 我跟你说 我真的很不开心 我真的很爱彭次暉 什么什么 他说 说他这两年时间 和他之间发生的事 然后又说他 在外面 认识了那个 那个年龄 Lisa 卡恩 可能自己都和他生了个女儿 而且德国人 可能对于感情那些事 都比容易放低 加上可能他也是一个生意人 他自己都很忙 但是有和他聊天 没有生气 因为怎么说 是你这么不放不下 感情的事 你这个走了 别过来 卡恩就安慰他 放下往日的仇恨 并且跟他进行 听他诉苦 但是竟然帮他不了 并且他越说越精神崩溃 简直将他的精神状态 推到他极之恶化 在2013年3月 彭次暉 继续来跟他说 说我要和你分手 你要把你手上的那10间分店的公司 那些股份 吐出来 10年来的感情已经化为烏友 现在你还 对他 有这样的叫他拿钱出来 人又没有 钱又没有 你是不是把那个女人逼到瘋了 然后他对彭次暉威胁 你如果这样逼我的话 逼我拿钱出来 你看着我一定有机会 杀了这个Lisa 一时又哭哭啼啼 求他 你看在他的儿子份上 威逼你有那个彭次暉 但是这个彭次暉 竟然在这个时候 跟他说一些很讽刺的说话 我都不知道那个儿子是不是我的 这么说 好了 这个黄淑琴觉得 彭次暉在这个时候 直接是无情无义 他的世界全部 大半新人 自从在2003年遇到你的时候 他将整个人的人生 交托给这个男人的终生 但竟然他说这些这样的说话 到了 2013年的3月17号 黄淑琴就打电话给彭次暉 跟他说 他说 喂你上来 我关于股份那些东西 你上来我跟你说 好了 现在就只有 你 你跟他说感情 如果你说 黄淑琴跟他说感情 他就不告诉你了 不会听你电话 但如果 找个藉口 怎么可以再见回这个男人呢 他想着跟他说股份的东西 他就哄到彭次暉 再次去君临天下的单位 然后 黄淑琴就着了那个飞容 带了一对子女出去玩 然后他就在那个 餐桌上煮了一大烂餐 很多菜给这个彭次暉 好了 好了 当日的中午 这个彭次暉 真的是 上门了 好像去地约了那个时间 然后 这个黄淑琴 就好声好气地跟他说 他说 我们大家都说了一场相好 过了 10年的寒暑了 这一餐我特意煮给你的 叫做告别宴 哄到这个男人 哎呀心想 好了我反正还没吃东西 我现在在这里吃完这一餐 好了 完全没想过这个女人会对他做什么 在他喝了黄淑琴 倒了几杯酒给他喝之后 然后在餐桌上提出 股粉的事 并且 叫黄淑琴 喂 既然你股粉都吐出来了 你给我股粉 还有 你尽早和我搬离开这个单位 我迟些要收回这个君临天下 你以后不要再在这里住那样 哇大佬 一步一步这个男人也慢慢收回以前所付出的 爱情一早就没有了 跟着在他身上所花的钱 种下的资金股份 还要住个单位 你叫三仔娜去哪里呢 好了 你无情嘛 我无疑 这个黄淑琴就不出声了 隔了一会儿 啪啪啪 原来这个 在这个菜里面 在这个街窑里面 九大鬼煮了 就下了些安眠药 那 彭次辉 说完这番说话 就啪啪地昏了一张桌子 他看着自己曾经深爱过的男人 现在对自己这么绝情 又拿回股份 然后又叫他搬离开这个君临天下 他在厨房那里 拿了一把刀出来 将他好像一个拼 因为他很恨他 爱的反面就是恨 恨的反面都是恨 失了理性 将这个已经昏迷了的彭次辉 拿两柄的菜刀 一柄的切肉刀 好像凌池酷刑那样 知不知道什么叫凌池酷刑 以前股市的凌池酷刑 就是将那个人身上 尖山 以前 就是股市的年代 就绑在这条柱里 游街示众 当着那么多人面前 一块一块肉 切出来切百多块 现在他就是凌池酷刑那些 这个彭次辉就是吃了安眠药 他的头差不多被斩断 而他的皮肉就相连 并且 身上就一刀一刀割的肉 当时那些血肉蒙糊 死得非常之恐怖 突然之间 那个黄淑琴 就醒了 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杀了人 所以他已经是去到一个 很不理性的状态 差不多疯癫了 但是他突然之间醒了之后 他才知道 死了 我现在搞到整地都要血 那就不知所措了 下意识之下 就由这个 家里就冲进大堂 大堂Lobby 哎呀救命呀救命呀 你快点报警呀 快点报警呀 接着 大厦保安看到他满身鲜血 去求救 就立刻帮他打999 黄淑琴呢 就还打了个电话 给这个卡恩 在这个关头 他说 我杀了人呀 我杀了人呀 我现在好想自杀呀 这么说 好了 接着呢 他还向卡恩说 就是说 他是为了这个 彭次暉 吃了安眠药 然后将他杀死的细节 在这个 他临想自杀之前那一刻 1510就将这些东西 就说给卡恩 在万念俱灰之下 他交代完所有的事 最惨烈的发生 就是他走到77楼 一声跳了下来 并且 去到这个水池 究竟现在 这个君临天下 还有没有人敢在水池游泳 还是水池已经没了 好了警员 救护员已经去到楼下的时候 有三楼的会所会池旁边 救护员证实了 手就有一些刀伤的 黄淑琴已经跳楼身亡 警方经过一段调查之后 就在卡恩口中 讲述这十年来 发生在这几个人之间的感情瓜葛 令到这件这么复杂的 谋杀和自杀的事 细节曝光 一个就是身价 过亿的富豪 另一个就是前途光明的女伤人 为什么发生这些惨案呢 今天 就跟大家分享了 你们听完这个过程之后 究竟 What should we learn 也是那句 对不对 其实我不可以太过批评 什么婚外情 因为我身边是认识这些朋友 可能有时候有些人会 在你结婚之后才遇到 在不对的时候遇到对的人 或者在对的时候遇到错的人 这一件事我没有留言 但是 有问题是 麻烦你们搞完一段关系才开始另一段关系 还有 你还没看清楚这个人 原来这个人 之前你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这么温柔的 但是当你对他有背叛的时候 他可以去到那个疯癫程度 可以这么极端 What should we learn 大家 或者 我 做完这个直播之后 你们慢慢 思量 不过我相信我的网友都是正气的 好吗 这个就是我今晚送给大家的 水果大王的 君临天下 有点酒吧 机会 水果大王 机会